早期的部隊似愛的肉粿 提供這大大丸相有名 在那邊大丸平安的時侯 世上美容保持少量無影 經過大丸就走走看看你的話 平常在那邊說好用 很多細節啊 你應該不會想要叫我講大丸吧 因為他們可能會改歌詞 沒關係 那個就 好 之後再說 對 之後再說 一 剛才有聽到阿基的新歌 我們在喝調酒的過程中他在錄音 所以不好意思了 喝了不錯的調酒 其實也沒有錄音啦 就是因為我們要先聽感覺嘛 然後一首歌的製作過程中當然就是 會有先有編曲 一個粗暴的 因為上次講華語講太多 被那個高音在那邊靠腰 好險我今天沒有直播啦 沒關係 一首歌的構成 他就是有編曲為主 然後我們在做填詞嘛 然後填詞 如果你今天沒有一個錄音設備 你就必須要在家裡面先用那個手機 錄完之後對好拍 然後傳給他 然後他再把它Key上去 那其實你們剛才在那個 什麼 那個什麼 限制動態上面聽到 那個就是手機錄的啦 喔 很輕耶 先這樣啦 先這樣啦 對 iPhone 10 不會拍 哈哈哈哈哈哈 找你錄音主要是因為 你有貼一篇文章 我實在覺得太有趣了 這一定要找你聊 就是 你去了 每年都會去的日本展 哇塞 這個聊起來就不只半個小時 哈哈哈哈 有啦 欸 我覺得今年日本展真的算不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很違和 哈哈哈哈 咦 咦 他展期結束了嗎 這禮拜 最後一個 這個禮拜天 最後一天 然後 因為我們在裡面真的有吃到好吃的東西 對 然後也有吃到 令我覺得 有點失望的東西 也是有嘛 然後我先講失望的好了 因為這個我最印象深刻 我講的應該也會比較熱烈一點 嘿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拉麵孔 哎呀 拉麵同好會的社團成員 對 我到現在還沒加入耶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假的 那時候一個禮拜只省合20個人 我不知道有幾萬個人在那邊排 真的假的 你要好好珍惜你的會員身份 我那時候蠻早就進去了 因為那時候就很喜歡吃拉麵 然後就 想說 臉書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社團 是拉麵同好的 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看到我就馬上加 應該過沒多久就進去了 所以你會定期在裡面發文嗎 滿前期的 算是元老 學長啊 學長 沒有啦 沒有啦 我 我會在裡面找一些新店 像那個 之前台南那個白鹿拉麵 新開的白鹿拉麵 我也是從裡面得知的 而且我跟你講 最近我那天去上話的時候 然後那個我們無農社區的社長 然後老Q他就跟我說 欸 那一間那個那個 那一間古廚店要開一間拉麵 我說 不是那種什麼酒湯烏的吧 就是九州酒湯烏的吧 九系列的都很雷 對 什麼Mr.拉麵那種吧 台式拉麵 台式拉麵 Mr.拉麵真的氣死我 日本人開的搞得像台式拉麵一樣是怎樣 對啊 他竟然給我加玉米 你當 你當蒸蛋在加 對啊 好啦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重點 好我們先不要diss 謝謝他對台南人的付出 我們先diss我們現在要講的這一家 我覺得很多拉麵都尊敬 尊敬 好 那我因為我是非常喜歡吃拉麵 我還把他拉回來 我們是非常喜歡吃拉麵的 所以我們那個 我是滿心期待要去吃這間拉麵店 因為我 因為我們之前曾經在日本展吃到 有台灣連鎖的拉麵 我就覺得 來這邊幹嘛 來這邊幹嘛 你都已經台灣連鎖 我只要搭個高鐵 我搭個核心 我就可以去的 去的到的地方 我竟然我來日本展吃你這碗拉麵還超難吃的 對 不行 哪一家 那時候是哪一家 叫三型星星 喔 也是台南沒有就對了 台中有 然後 我那時候吃的時候 台中有 台北有 然後 煮的超難吃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他們跟著那種攤販 嗯 在流動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 及時的去做好他們原有的樣子 嗯 所以我覺得 我邊吃我邊 邊失望 可是也 也滿 覺得可以體諒一下 對對 可是我這家就不對了 喔 這家這次的日本展 這家叫做賀一家 哇賀一家 然後我說 對 日本來了 我特別去調查一下 他說 因為 因為頂導的潛力 所以我們這次要特別的 認真的去了解他的背景 然後我們就打賀一家 在那個 instagram上 打賀一家 跑出來 竟然沒有半間有那個 繁體字的 全部都是日文 寫的什麼 橫濱市 賀一家 我覺得哇塞 橫濱家系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 拉麵的一個體系 啊沒錯 所以 當你來到 來自橫濱市 橫濱市這個地方 代表他的橫濱市絕對是 PRO級 對 我就滿心期待 我一得知賀一家 這個 橫濱家系的這個 拉麵 豚骨拉麵 你知道我期待了一個禮拜 終於到了禮拜天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停好車 禮拜天是第一天 沒有沒有第二個禮拜 第二禮拜 第二禮拜 我還忘了 這不重要 我們停好車 雀躍的心情 一泳而上 那個笑臉 笑臉滿意 對不對 我們走進去了 星光山越 直達我們的電梯 一刻也不可閒 不能走那種電動手褐梯 在那邊排隊 我們就直達電梯到六樓 我們直接走進去 超專業 我直接台的日本展裡面 什麼都不管 旁邊的玉子燒啦 什麼長期小蛋糕啦 什麼凹蛋糕 什麼有的沒有的 什麼半熟蛋糕 什麼有的沒有的 不管 清酒 不能誘惑我 那個啤酒 也沒有 先不要看 直接先下去喝一家 對 你知道我們做一張喝一家 哇塞 發光 喝一家的發光 然後你知道我們就是看著他的步棋 上面寫的 橫濱賀一家 下面還有一張他們拉麵的那個照片 Key在那個步棋上面 就是我們在那個IG上所看到的拉麵的一模一樣 對對對 然後就看了架木 架木的上面的拉麵的照片 也是跟我們IG上面插到是一模一樣 哇 對對對 然後特製的拉麵就是三片的那個叉燒 然後三片海苔再加一顆 那個 那個 那個溏心蛋 嘿 三百塊 我們說兩碗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他在他在IG上面看到那個叉燒是那種五花 喔你知道那種 盧五花那種 你知道 切片然後後切那種叉燒 喔那個看起來就很入味 是 啊很厲害 然後就蠻心期待 然後拿著一個一張五號的號碼牌 哈哈 很前面耶 五號很前面 對五號蠻前面的 可是他煮麵滿滿的 對 然後在旁邊等 然後等的時候我就轉過去看 欸後面我還是也要關心一下旁邊的一些 一些像清酒類的 或是一些酒精類的一些店家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轉過去 看到Orin的那個生皮肌 然後我們就過去買了一個Orin加那個 加那個什麼 加梅子嗎 那也蠻好喝的 梅子嗎 對他就是另外加了一個梅子濃縮液吧 我不知道濃果醬還是什麼挖割的 對 然後再用Orin生皮肌這樣喝起來就是酸酸苦苦 蠻像初戀的滋味 哈哈哈哈 然後喝了兩口之後 欸五號到了 好你就 欸 我們就從那個廚師的手上 端了一個托盤 裡面上面就放了兩碗 一碗是特製醬油豚骨拉麵 一碗是特製 顏味豚骨拉麵 兩種口味都點 兩種口味都點 對 然後我就 頭抬起來謝謝師傅的時候 看了一下面裡面的叉燒 啊不對 蛤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那個很像火腿那一個 那三片薄到跟那個什麼 捲煙質一樣 哈哈哈哈 沙翔 後那個真的很誇張 我就 欸 這什麼 欸 等一下好 沒關係我們先端進去看一下好了 哈哈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跟那個我老婆說 欸這個叉燒好像看起來不太像 對 這感覺 上面那個IG看到五花肉 那這看起來很像火腿切片 冷凍火腿切片 哇 台序火腿切片 哇 沒有啦 可能台序還比較好吃 哇 這個真的很鳥 而且你知道 我在當下 我還有大家看一下他怎麼做 你知道他就把那個 從保鮮盒裡面把那個叉燒肉片 夾起來放在那個 有點像解凍盤上面 然後一手 一手整個在 在擺那個 可能 柯倒油 然後一手拿著噴火槍在 炙燒那個 那兩片 那三片火腿 哈哈 哈哈 我說 幹 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唱話 我說這種東西還要炙燒 你還要用噴錢給我噴 哇塞 我真的是吃到我整個 哇 有點難過啦 而且他的湯 感覺很像是 那個 你知道吃過一蘭泡麵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的湯就 也不要說一蘭 就很像那種康師傅的豚骨 那種你知道 那種 喔真的 不行 他唯一可以 拿出來端上 那個 檯面上 對 可能就是麵條 因為他麵條是很厚實的那種 很像 呃 那種 二郎系會有那種手工麵條 三百耶 三百 三百 超寶貴 這樣聽下來 三百 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吃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寶萊萱 對 加肉加到寶 再點 再 再點個三顆 三顆什麼 溏心蛋 哇塞 欸 不可以這樣啦 不可以這樣啦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賀一航開的 為什麼 都是賀一系列嗎 哈哈哈哈 為什麼賀一航開的 欸我覺得 對 有 有些人就說 欸 看那個圖片 感覺很像是酒湯屋 比酒湯屋 感覺 感覺出來比酒湯屋還難吃 對 然後我剛好有在拉麵店工作的朋友 他說 不要去吃那種東西啊 你來我們店吃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整個展 只有 這家拉麵 只有一家拉麵 你看 多麼重要的一個指標 對 沒錯 而且我這 我一吃完 然後 我也 PO上去我個人的臉書 引來一陣踏伐 踏伐那碗拉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後種種 齁 種種的事項 所有的都處理完 我就大概去 我就去看了一個東西叫什麼 星光三月的那個粉專 嘿 然後它裡面會介紹一些日本展 還沒有介紹拉麵 蛤 他介紹了旁邊的草烏龍 而且 而且好像還是台灣人草的 草烏龍麵 哈哈 好像有日本師傅啦 對對對 然後他介紹草烏龍 他介紹了玉子燒 他介紹了串燒 什麼 什麼等等的 什麼 那個速度很快 那個蛋糕 什麼 很像那個你知道嗎 呵呵 什麼 他就是沒有 哈哈 我不知道 很難很難形容 長崎小蛋糕啦 哦 小蛋糕 長崎小蛋糕 對一球一球 那個很好吃 每次的日本人都在那個 喔固定的 對固定的 他介紹完之後 我在那邊找拉麵 找到肉營到周年慶了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我說靠妹 竟然沒有拉麵 我很想知道他們怎麼去評論這碗拉麵 結果沒有 還是沒有看到 對啊 連小編都不知道該怎麼寫 連小編都不好說 哇塞 好差不多是這樣 可是我們有吃到真的好吃的東西啦 對啊 我們現在難吃的就先 我們就 長知識啊 拉麵 防雷防雷 對 你只要在 呃 台灣看到日本展所 所謂的拉麵 呃 如果是從日本來 你就最好去日本吃 哈哈哈哈 可是現在出國就很不方便 沒有 等解禁 好不好 等解禁 可是我們 前幾天我們有聊到說 欸 如果萬一 到時候 不要說萬一啊 我們到時候真的解禁了 大家一定一股腦的 大家悶壞了 那種熱忱 那種強出國 解慾望 解憂的那股熱忱 一定 大家一定都是滿機 這時候你可以去哪裡啊 去小琉球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可以開始可以去台東了 哈哈哈哈 你可以去華聯玩 哈哈哈哈 國內就臭了 可 측 可決去墾丁吼 可 那時候觸電玩 那時候IG滑開到日本 韓國 泰國 菲律賓齁 等等 對 就是這樣 大家一個小訣竅啦 對 然後想要去台東的話 記得要聽我們兩集的台東觀光夜市 保證笑到 我們去台東千萬不要去台東觀光夜市 對 我覺得那集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強啊 對啊 我聽完Podcast之後 我還在看影像 真的太好笑了 真的太好笑了 好 歡迎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啦 回顧一下 兩集都很好笑啦 很強很強 兩集都是笑到爆那種 我覺得這兩集真的有比台東還好笑 我覺得 台東最近真的不好笑 哎呀 真的 我才剛要說他最近 欸 有比較冷卻一點 那你在日本展吃到什麼好吃的 我們應該要去吃 來喔 這我手機可能要拿出來 有一個東西是我老婆很想 就是他為什麼這一半還要再去的原因就是 還要再去一次 為了這個 叫做 梅子雙麒麟 他也是 他也是 加那個梅子 梅子液吧 梅子汁 跟啤酒一樣 對對 可是他是用杯裝的 所以他加很多 所以你每挖一口 雙麒麟你就會 你的 你可能八分滿的 雙麒麟就有兩分的那個梅汁 哦 好吃 好吃 是好吃的 來喔 我來看一下我的 我有吃到一個 你知道我們在那時候 因為我們吃了拉麵 我們也 喝了一杯啤酒 吃了雙麒麟 你們吃的雙麒麟是 除了梅子還有另外一個雙麒麟嗎 沒有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梅子雙麒麟 那是因為吃過一次還想再回味喔 對 哇靠 真的 而且我現在要講這家也是我們 也想再回去吃的 來喔 呃 他叫做 日本北海道石聖農顏厚片 對 那他 主 他 他叫做 中本 什麼 琉璃子嗎 我忘了 中本琉璃子商店 他上面 common就寫 北海道 中本琉璃子商店 然後下面 他就 就有一個日本的女生在那邊 接那個厚片 然後他很常 他就很常會告訴大家說 中本琉璃子 is me 哈哈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他就是那個中本琉璃子 中本小姐從日本飛過來 對 中本小姐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 他們的後面是用那個 因為我們有特別去查一下 他的後面是用那個北海道牛奶 哎呀 我很怕關到 你知道 沒有沒有有聲音有在感 我們現在阿姬的麥克風回來 所以這個 是有開關的 如果大家 最近聽了幾集 覺得比較喜歡哪一集阿姬的聲音 歡迎視訊給我們 我們就固定他用哪一支 目前 今天這一集是我覺得他應該最應該拿著麥克風 哦 對對對 整個麥克風 SM8 SM8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 後面他 他有一個魔力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吃完拉麵 有點失望 然後 他肚子又有點 肚子又有點撐 然後你知道肚子又有點撐 然後就 站在那個後面旁邊 而且加上我們好像晚上又 剛好那個我老婆他姊姊生日 因為 最近 這個應該可以講 就是伯多毅他有那個生日幾歲 送幾隻雞翅 對 然後 我老婆他姊姊生日 代表很多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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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滿滿的一桌 畢竟都已經是節日輩了 一定很多隻 對很多隻 所以我們就不敢吃太多 然後你就望著那個 日本北海道十勝農業厚片 嘿 望著他一片一片間 然後你就覺得 一百二 一百二 又不是出 又 對 滿貴的 兩片厚片 然後中間會夾那個起司 然後他左右兩邊也會 用起司去融化 然後把它煎得焦焦脆脆的這樣 哇靠 聽了就覺得不貴了 而且他的那個後 因為是北海道牛奶 哦那個 吐司超鬆軟 真的超鬆軟 我也不知道 我當下我就很懷疑說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寄過來 他怎麼帶過來 他就一直煎一直煎 哇靠 有沒有看到 這樣這樣這樣 看到照片了 看到照片了 我這一拜也是為他去的 再次回味一次 再次再次 對 那你就 你就 看著那個架幕一百二 又不是花不起 對 然後就 又想到晚上又 又要吃雞翅 又將進行三四十隻的雞翅 然後就覺得 然後過沒多久 你在考慮的時候 我朋友就已經去排隊了 哈哈哈哈哈 我就逃避了 有 然後說這會這樣 這會這樣 我們就買了一顆 一起吃 對 對 就是這樣 這真的好吃啊 日本北海道 石聖濃鹽厚片 講三次啊 中搖中搖 筆記 然後我們這次 也有特別 去框了一下 像他有那個 這是東北也很想要買的一間 我叫我老婆 我老婆也很想要買的一間甜點 叫做高砂屋的那個山崎蛋糕 這聽說也是九州必買 就是你今天去九州 一定要帶回來的お土産 我們就去看了一下 晃了兩圈 就是為了找高砂屋 怎麼都沒有看到高砂屋 至少連高也要看到 沒有 感覺就是怎樣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十二點去 感覺好像一開門 他好像有限量就賣光了 還有一絕厚片 也是台中有的店家 台中有好像也是很難買的到 這次日本展也有 賣厚片吐司 好像也是沒看到 也是一開星光山區就賣光了 你確定不是他忘了擺攤 所以我在那邊想說到底要不要等 情況是他開門之後就在門口等 對 至少要有那個攤位留著吧 好像沒有 那個連那個吐司一絕 絕厚片還是什麼 忘了 對 他好像也是只有貼一個 什麼小康棒還是什麼 就旁邊 然後就是那個 櫃位上全部都是空的 裡面也沒有人這樣 哇 對 就很搖掰那種 對 差不多是這樣子 所以這次就盡量的去 搶看看啦 看可不可以搶得到 任何一種 各一種 或是其中一種都可以 對對對 還有我們 我們在逛日本展的時候 其實還有看到一間 自己很想吃 然後就是 星光山越的那個小編 也有試吃給大家看 就是玉子燒 嘿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 現煎玉子燒 嘿 有很多那種不是現煎的 可能是他們的有很多工法不一樣 嗯 對那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吃那種 淡的層次 然後熱熱裡面又溫溫熱熱這樣子 對我自己很喜歡吃 然後剛好 我剛好經過那間 它也不便宜啦 它一個 那個原味的厚玉子 就要兩百多塊 原味喔 總都沒有加 就要兩百多塊 啊有加好像都是兩百八 兩百三百 什麼等等的 對 可是我覺得就吃吃看看 試試看看 味道就對了 我吃到最好吃的 厚 那個玉子燒是在日本吃的 對啊 在那個 某市場 我也不知道忘記哪一個市場 對 回味 所以這個 展覽的這個 東西你都推薦完了 對 可以推的都推完了 接下來就是 其實我還有看到一個啦 有一個 我不知道就是 可能大家應該都會 都有一樣 然後 都有一樣的想法 就是 我們那時候剛好去 一個 賣日貨的一個 一個 一個櫃位 然後它裡面就會賣一些 因為它知道大家不能出國 免稅機場 也沒辦法去 所以它會準備一些 就是你在免稅機場 買得到的東西 像是 像是一些什麼 很 很 什麼 就是 不管啊 日本的雜貨 講不出來 雜貨 然後裡面有一個 你在那個免稅機場裡面 絕對會看過的 一個商品叫做 薯條三兄弟 啊 對吧 對不對 然後你在買薯條 你看你去免稅機場 你最常看到一個景象 是什麼 就大家會拿著 那個 菜籃 裡面裝滿了什麼 薯條三兄弟啊 什麼 白色戀人啊 什麼 有的沒有的 對沒錯 然後那時候你也不會覺得 欸這東西很貴 即便它一千八 兩千塊日幣 你會不會覺得 東西很貴 可是你在 星光三月的那個 賣日貨那個地方 你當你拿起薯條三兄弟 你發覺 你就 直覺裡面就是十包 對不對沒錯 十包薯條三兄弟 那你看一下它的價錢 哇四百三 你會覺得 哇 十包薯條三兄弟 四百三 貴到 欸很貴咧 可是我們就想說 四百 怎麼那麼貴 然後就用一千八 我記得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一千八我除以 呃 乘以0.28 現在日幣嘛 0.27 0.28 是四百八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己人 欸 總共便宜 哈哈哈哈哈哈 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是我當下我跟我老婆 嗯 恍然大悟的一個 一個小故事啊 就是 日幣拿著就是要花完的 對 怎麼樣都便宜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萬惡欸 免罪機場這種東西 哈哈哈哈 對啊你感覺你知道 身上有零錢你也會把那個 榴彈機塞滿這樣子 把那個飲料機買 買滿這樣 哈哈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小故事 這一個 這一個 日本展你們逛多久了 從以前到現在 這樣有幾 呃 來得去應該有四五年啊 這麼久了 因為他一年一次啊 都在年尾啊 一年一次我們甚至 有一次 星光山越 新天地也沒逛到 我們還跑去左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可是我們真的有在日 日本展吃到真的 呃 跟當地是非常符合的 拉麵嗎 料理 沒有沒有 還不是拉麵 多恐怖 從來沒有吃過好吃的拉麵 欸真的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對可是我吃了一個東西 叫做自由軒的咖哩飯 自由軒在大阪是非常有名的 他的咖哩飯會怎樣 就是他是用 他很像咖哩拌飯 然後就是他 他不是咖哩醬直接淋在白飯上面 他是 你吃到每一顆都裹滿的咖哩醬 然後他上面有打一顆生雞蛋 喔 最有名的 生雞蛋 對生雞蛋 然後給你拉拉的 笑笑這樣 這樣這樣 沒有吸引力 笑笑 對差不多是這樣子 對 日本館吃到真的符合的 因為我們 真的有去 那個大阪吃那個自由軒 對 有這個 兩邊對照口味一致 對 雷同 雷同 嗯 那你還會想去 橫濱 退任一下還是什麼 我會 哈哈 我一定會去吃 我一定會去吃 心靈撞傷 因為去橫濱剛好可以去那個啊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櫻木花豆 那個啤酒島 啊 橫濱吧 對橫濱 對啊 還沒有去過橫濱 對啊去感受一下 然後去 那個 喝一家 然後跟老闆拿那個 台灣星光三月 星光三月特製給他看說 欸 你們的啦 哈哈 你們的名字這樣 那這一次 那這一次在星光三月的那個 店員是日本人嗎 欸 左面還真的是日本人 沒有還 我沒有聽他講話欸 可是 有兩個店員是台灣人 喔 可是那個看起來 就大叔喔 日本大叔 好手的這樣 一看就很像日本人 可是沒有聽他講話啦 有可能講出來是台語 有時候不聽的 好 對 在這個 我覺得差不多快要可以結束之前 我要推薦一間這個 來喔 冷門 老派 餐廳 嘿 跟你的日本仔完全無關 欸對我剛才是有講到 舞龍社區啊 沒有欸 你有講那個 欸善話的還沒講 善話到底開什麼拉麵店 不是酒湯屋到底是什麼 嘿 這哏屋到一半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被酒湯屋帶走 沒有就是那個 我們去 去善話步行的時候 那我就看到一間 裝潢的 有些許 貴氣 它上面寫的拉麵 然後我就馬上 這個我們暫時還沒有在那個拉麵同號 同鄉 社團 社團 社團會 裡面看到了 哇 對他就他門口就寫的 日式拉麵 這一看就知道不是連鎖 我馬上拍照給我老婆看 我老婆本身他一個綽號叫什麼 美食雷達 喔 美食雷達 他馬上尋著這個名字 或是他裡面有一些英文 去找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怎麼找了 可能IG的 臉書等等 他就回傳一個叫做 濃厚雞白湯大麵 我說 哇 一定要去吃拉 上話 好像聽說有開兩家拉 已經兩家了 有一家是沒有經過 所以我不知道他賣什麼 然後一家是那個濃厚雞白湯 我也忘記他叫我的名字 好 算了 下次再告訴大家 好 這個在同號外還沒看到 因為他還沒開門 現在以同號會沒有寫的為榮喔 也是這樣子喔 哇 上話之光 上話之光 上話第一碗 第一碗拉麵 對 還沒有 還沒有 如果有 覺得大家覺得不錯的拉麵 可以 在底下 告訴大家 私訊 私訊 對 我剛剛講 我要推薦這一間 老派 老派餐廳 因為你講雞排湯 我要講的是推薦他的雞湯 苦瓜鳳梨雞湯 在 中正路的 克萊斯樂 你應該不知道我在公司他小 中正 克萊斯樂是什麼 在 林伯尾 斜對面 一間 極度的 歐斯古的 促逃街 隔壁 另外一個方向 促逃街 說到促逃街 隔壁的國民黨黨部已經變餐廳了 好開心喔 oh yeah 他旁邊那個慰安婦的那個銅像 應該撤了吧 應該撤了吧 應該撤了 對 好 可要再確認一下 你看那個 信用界的黨部門口有沒有 搬過去 如果沒有搬 我直接叫朋友來幫你搬 哈哈哈 克萊斯樂是 那個 促逃街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是比較靠近那個 綜藝路勇服路那個方向 哎呀呀 然後他非常歐斯過 那個店面至少是這個 三四十年以上 哦 然後 老闆 滿頭白髮 哦 點三樣菜會忘記一樣菜 然後 對 我們就 有吃了一桌 但是只推 鳳梨 苦瓜鳳梨雞 一百八 非常的便宜的雞湯 但是很 很 很足夠 就是在這個 暖暖的冬天 吃不到雞排浪拉麵 可以來吃雞湯 那你對於這盤 這是什麼東西 哦 這是別人 別人照片 不好意思 看起來是滷流蘭嗎 滷流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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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熱炒店的規模 的菜單這樣子 但是個咖啡店的外表 可是我看他老派 我們剛才從那張照片的餐巾紙上 就知道他有多老派 他給我用那種我家牛排的那種 走得起來是二十年前 我家牛排那種餐巾紙 沒錯 從來沒有太多 古早味啦 我覺得現在台南吃的一套 沒錯 對你看像現在 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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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那個門口 他已經完全整裝完畢了 這怎麼畫柯 柯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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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對 這個用法很濕 很濕 很濕 對 Z世代 Y世代 柯萊斯 對 這個蠻厲害的 柯萊斯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吃一下 然後那個 我剛才說甚麼 雞排湯 不是 雞排湯 雞排湯 那 好 應該沒有甚麼 要不然總會忘記 我剛才說甚麼 柯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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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沒有我剛才有想到一個 我覺得你說這個老闆 白把蒼蒼 對白把蒼蒼 四五十年的老店 有可能他跟阿哈有一起泡過茶 有可能喔 真的喔 有跟阿美一起下象棋 真的 真的 都那個level的 沒錯沒錯沒錯 對 我還要講甚麼 喔西市場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是完全臨時開路 對 西市場你看我 因為我今天剛好經過 因為我幫我去 幫我爸買iPad 他現在老花眼 要看iPad你比較大力一樣 已經買了嗎 還沒了 要不要想一下 因為 最近蘋果 我現在變科技孩 哈哈哈哈 最近蘋果推了新的 那個 我知道 筆電PC 都是 快兩倍三倍的速度 怎麼iPad Air 對 是嗎 沒有iPad還沒有 iPad還沒有 是MacBook Air 筆電 然後那個 小型的電腦 喔 那個是兩倍三倍喔 可是我爸是要看YouTube 哈哈哈哈 那沒差 他要傳Line視訊 耶 那一上戲我到底娘啊 我想說iPad那個 夠啦夠 而且還是最便宜的 夠用 對然後就剛好經過那個 前草新天地嘛 正新街 西門路上 西門路上經過 然後看哇 那西市場變這樣 西市場 我剛才講這個西市場好像 很像外國回來 哈哈哈哈 西市場怎麼變這樣 對 而且那個 湯澤彰 德彰大道上面還有一些那個 跟那個 國華街交叉口那邊還有一個 也是那個 老巫翻新 然後我就特別去查一下他的資料 他叫 他早期叫做 早期的名字我忘了 等一下他後期的一個名字叫做 刺坎戲院 哦 哦 好像是黑街白 就是那個 你知道黑街白那邊 對 我覺得哇 台南都一直在做這這樣子的 還 蠻棒的 所以我覺得克萊斯應該會有幫助 說著這很難過 克萊斯那一個晚上可能就做 這麼一組客人 真的假的 因為那間店真的要有勇氣才會踏進去 真的要有勇氣啦 我 非常的 會讓你想很多 到底這間店有沒有要做什麼 我跟你講 你這個行棒 我剛才看到那個 那個 旁邊有人的這個 所遞出來的這個行棒喔 嘿 還真的有看過 可是你不會想要去念它上面的字耶 真的啊 那你現在告訴我我才知道 喔 原來它叫克萊斯了 對對對 而且它是那個牆上有 有那個有線電話 你可以拿出來播電話的 有線電話沒有了 你可以叫人家打電話給你 嘿 它根本就不是那種 現在都很多在懷舊 嘿 然後就仿谷 嘿 它根本就是 它就是谷 它就是谷 它從頭到尾谷到尾 有些人還要裝那個什麼 投幣電話在那個 那個牆上好了 假裝好像真的有這樣 它就是 它就是從頭到尾就這樣子 哇塞 你知道 現在的進化是怎樣 你先點餐 點餐可能要用iPad 對啊對啊 很操 他剛才是怎樣 點餐用打電話的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是手寫 哦 手寫手寫 只是剛好在餐桌旁邊 對 而且 我就是已經看他手寫了 他還可以忘了出菜 對 真的是非常的old school 然後 老闆有些記憶上的困擾 我們就 多包涵 對對對 我們就盡量點簡單一點 對對對 更正不是中正路 是德章大道哦 德章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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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偶給我擺 那個是新的店面要開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 刺坎戲院 可是他那個外觀就是 就是這樣 哦 就是他把他變成那個刺坎戲院 欸 很棒耶 戲院要回來了 老戲院要回來了 對對對 真的是越來越 台南的機能 跟那個 文化背景慢慢被帶出來了 水 對啊 因為前幾天那個 不是前幾天 就昨天 台北友人 呂士軒 土豆他剛好有來台南 然後我們剛好 那個時候你就帶他奔馳在那個 呃 那個國華街 友愛街那一帶 嘿 對 奔馳啊 他就覺得 哇 他發現我們其實對 台灣的 歷史 台南的歷史 跟一些 建築物的背景故事 都很 很有興趣 他覺得台南的年輕人都會這樣 可是他可能 他們新竹 或是他現在的工作地方 台北 就比較少人會去做這樣的事 對啊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台南 台南的少人家 是有地匯的 在這就是黑尾啊 呂士軒是新竹人嘛 新竹人 新竹還是有關心土地的啦 一個 小刊物叫做那個貢丸湯 然後他們就是都會 固定的做一些歷史考究 然後做小車子來賣這樣子 可是他們 他有說到好像是 他前陣子有回新竹 他說 新竹的一些 人口應該是年輕人都會外流 因為離台北太近了 嗯嗯嗯嗯 對 坐著車到台北 乾脆去台北工作就好啦 對啊 而且台北東西又比較好吃一點 新竹真的太難吃了 哦不好說 至少新竹的拉麵店一定屌打 沒有沒有 那個台北拉麵店一定屌打新竹 哦對對對 哦台北拉麵太多了 太多了 台北拉麵跟那個西門一樣多 很多好不好 我聽是這個誰 洪志是不是 他是講說 對他來說 台北的指標性的美食就是拉麵 對 台北的本體 美食本體就是拉麵 真的很多啦 真的很多 應該是台南太少 所以顯得台北很多 哦 對啊 應該是這樣 好沒關係啦 大家有機會去上話吃一下拉麵 哦去逛個牛鬚 哦雖然時間不太一樣 或是去那個 慶安宮 或者是 慶幸宮 怕怕怕的 而且那個 十一月二七二八 心裡面嗎 等一下等一下 從 從 冷靜冷靜 十二 沒有 十一月二六 二七二八 還是二七二八 那個 閃化大肉類 嘿 大家可以去上話 看著肉類的 嘿 所以不是心裡面 心裡面是這禮拜 來啊 廣告一下 我看一下 如果你 聽這個Podcast 聽到現在 還沒有去過心裡面 就真的太不應該了 這後半年 四處巡迴 真的是 古早味的一碗 豬油拌麵 沒錯 然後好吃的蛋 然後 可以 你吃一碗這個 星光三月的這個 很鼻氣的麵 可以吃六碗 心裡面 完全正確 對 六碗 對啊 哇 好多哦 多幸福 哇 家面家要飽耶 對啊 對啊 這麼開心 好 我們這個禮拜是 禮拜六 下午兩點到八點半 在 開山公園 在阿里亞開山公園 大家知道那個 試試拍唱片行 哦 應該在那附近 那邊有一個公園 就開山公園 我先讓這個F1 F1過去 哦 對 對對 他有辦 這次 10月21號 禮拜六 辦一個叫做 搖以巴2.0 炒地野餐派對 然後當天 南扇食堂也會在那邊 還好 還有很多啦 就是 還有很多攤販 可是我 一時不知道 有什麼攤販 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有機會可以來 然後 兩點到八點半 對 南扇食堂都在 我都在的啦 漂亮 來 看他要吃什麼 自己點 要六錢 拿三餐 拿三餐 就是這樣 這禮拜就是 這禮拜六 南扇食堂 先吃心裡麵 再去逛日本展 我不知道這次有沒有心裡麵 可是我希望有賣 所以 南扇食堂不見得一定有心裡麵 對 不見得有心裡麵 他現在越來越多元了 香腸 香腸 然後 炸醬 烤肉 烤串 炸串 現在又多一個串炸 然後什麼 雞皮鮮貝啦 哇 講好多 那個 牛肉丼 剛才講過了 還有那個什麼 牛肉壽司 最近又多一個壽司 然後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冰嗎 有賣冰嗎 沒有沒有 對啊 我希望以後可以 多一些開發 像什麼 紅茶冰 要不然在那邊吃完飯 我會覺得 好燙得很脆 對 對 還有一些紅茶冰 也不錯 古早的 用那個塑膠袋 用紅色的 塑膠袋 對 讚 好 好 差不多就這樣 那該讓阿姬回去休息了 對 沒錯 大家拜拜 拜拜 努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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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